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一期视频其实很很随机的 就是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在抽屉里发现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款非常远古的一款数码相机 是来自富士的Fanpex AX655 这款东西其实是坏的 我那个时候是从那个海鲜市场上10块钱买的 但是一直没有用 是因为当初以为是坏的 然后直到最近我买了两件五号电池 试了一下反正可以用 所以就是伴着这个好奇心 还有对这个老东西的一个一个好奇 然后就去试了一下 也拍了一些东西 所以想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款设备其实很适合就是拍那种 类似low-fi或者是一些那种偏复古的一些东西 而且我也挺好奇 这个设备到底还能拍出什么样的画面 但视频的话我肯定是知道 它肯定是拍不出什么样能看的东西 所以我就尽量去走这种复古的画质的路线 然后去走一波 就是说怀旧风吧 就那种90千禧的那种感觉 这个设备我先说一下这款设备的参数吧 这款设备其实可能发布于大概2009年或2010年吧 也没有确切的一个时间我也没有查到 然后它参数的话其实挺 现在来看就挺垃圾的 就二分之一寸 二分之一英寸的底 然后分辨率呢是 那个像素呢是两千 一千六百万 才一千六百万 然后最拍视频的话 就拍视频 它最高也就只能拍720p 所以720p现在来看 你两根就没法看 最起码也1080p 所以又这么久了 年久失修 然后最近才突然间自己好了 我感觉这个画质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今天就带着我的狗出去 溜一圈 顺便拍一点东西分享给大家 OK那么走起 i have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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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to go